动画是我们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我们总以为童年动画都是美好的,其实并不然。 如果我们仔细再翻看这些童年动画后,就会发现这些童年动画,其实有很多让人细思极恐的穿帮镜头,也难怪网友们常说,制作组这是当我们傻,数码宝贝数码宝贝,我想大家都看过,其实阿和喜欢素娜,美美喜欢光子郎都是明白的事情,可是在第一部《恶魔兽》片里,有个穿帮镜头实在是太搞笑了, 阿和居然和美美谁在了一起,素娜和光子郎都戴了绿帽子真的好吗?神奇宝贝神奇宝贝也是童年一大经典,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,肖智的出生地真心症,除了大木博士,一个年级大的男的都没有,这个不知道算不算穿帮,一个小镇只有一个老男人也太奇怪了, 而大木博士也经常喜欢找小智的妈妈玩,这就有点纳沙了,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想邪恶了,名侦探柯南名侦探柯南里的穿帮镜头就更多了,这里我们就随便说两个吧,小时候常听说谷歌惊奇的人一定只会不乏,没想到柯南也是如此,她的手指竟然又六根,小蓝前一秒还穿着厚厚的丝袜, 下一个镜头丝袜就不见了,难道小蓝当众拖了丝袜,多了A梦多了A梦的主角,大雄,一直是个干什么都不行的人,而且基本上每次都考零分,直到我看了这张图才明白,大雄是被老师针对了,明明对了一题还是零分,真是心疼大,